胡氏一工地塔吊钢丝绳断裂,当场砸死两人。 10月4日,符合浩特市回民区郑华广场建筑工地。 塔吊作业时,缆绳断裂,吊下的货物现场砸死两名工人。 钢丝绳常见不合格的图片汇总。 钢丝绳的规格型号因符合塔基使用说明书的要求。 润滑良好,与金属结构无摩擦。 钢丝绳不得有扭节、压扁、弯折、断骨、笼状畸变断心等变形现象。 也不得磨损严重,直径不得减小7%,断丝绳不得大于总根数的10%。 主绳是检测必查的项目,不合格就可判定塔基安装不合格。 请大家一定要自查。